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又到了中医保健小尝试的时间 我是中医师陈乃津 我们在上两次跟大家有分享过 有关于中暑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些容易发生的一些情况 以及容易罹患中暑的一些族群 要特别小心的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说 中暑它其实分为阳暑跟阴暑 阳暑就是我们可能在户外曝晒 高温的环境之下 那么大量流汗或是高温工作 时间久了 那么造成的这种中暑叫做阳暑 那么体温上升 皮肤比较会变红变干热 心跳加速四肢困重 我们把它归于阳暑 另外我们提到就是说 有可能外面好热 你就把它进到冷气房 灌一些冰的凉的 本来要从身体散发出来的热气 因为你遇到冷空气或灌了冰的凉了之后 毛孔闭起来了 那么这些热气就散不出来 那就变成了这个阴暑在我们的体内 那个汗也流不出来 所以也会影响到一些肠胃的一些功能 可能肚子痛拉拉肚子等等 伴随着这些情况 这个叫做阴暑 大概就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 大概谈到了这边 那么如果阳暑的话 遇到阳暑的情况 我们除了把患者尽快移动到阴暑的地方 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么如果是比较 我们比较专业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用到一些穴位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帮忙按这个颌骨穴 颌骨穴我记得我在之前的一些 我们的保健小肠室的时间里头 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就是在大拇指 我们手的大拇指跟食指交汇的地方 就我们虎口的地方 这个颌骨穴 可以赶快帮忙按压颌骨穴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百慧穴 百慧穴是在我们的头顶 两个耳朵耳尖画一条线 还有我们鼻梁跟正中 往后画一条线 它这个交汇的地方 这个是百慧穴 按压百慧 按压这个颌骨 那么也可以按人中穴 如果你旁边有刮沙板的话 刮沙板去刺激它也是很好的 按一下人中 大家都晓得人中 就是在我们鼻子的下方跟嘴唇这边 这个人中穴 还有就是像 檀中穴 在我们两乳中间的檀中穴 你也可以去按压它 或是用刮沙板稍微刺激一下 如果耳心想吐 我们可以按的是内观穴 内观穴就是在我们的手臂的内侧 这个地方常常去压它 那也是一样 用刮沙板也是由下往上 就是由我们的手掌的地方 往我们手臂的地方 这样子往上刮也是可以的 那还有一个大锥穴 大锥穴就是在我们都脉我们后面 我记得之前大家可以在review一下 大概就是在我们背后这边 我们可以也是用刮沙板 由上往下45度这样稍微刮一下 由这几个穴位来 马上做一个紧急的处置 那如果这个热降不下来 甚至快昏迷过去了 那我们就可以掐我们手指头 我们每个手指头的末端 每个石头 这个指甲的中间 那个手指末端这边 有一个石宣穴 10根手指头刚好10个穴道 我们叫石宣穴 你可以刺激 强刺激 甚至如果有酒精可以消毒 有柴雪片的话 就可以紧急做一个放血 让这个体温可以降低 那个是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中医对于阳暑的 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那阴暑的话 阴暑其实有些人 他除了天气热之外 你知道吗 他还会怕冷的 就是虽然热闷在里头 可是因为他吃冰了 吹了冷气 其实他还是会觉得 好像有点热 然后有点凉 那么这个阴暑 其实他没有像阳暑这么的严重 那我们一般用一些 比较去湿气的嫩姜 来炒炒菜 或者是煮一些鱼汤 那他可以主要是让那个汗 流出来 就是让那个热 有办法从汗拍出来 那或者我们用一些紫树叶 加薄荷来洗澡 煮一下来洗个澡 消一消暑气 那么这个也都有节热的这个症状 那你说夏天不吃冰 夏天不吃冰好难过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全身酸痛啊 或头晕腹泻的症状 我们还是建议啦 先避免摄取这个太凉了 这个冰品啊 那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呢 因为你吃那么多冰的 会让我们这个身体的热更难排出去 会加重这个阴暑的症状 那你说我真的很想吃怎么办呢 我们会建议大家你就煮一点绿豆艺人汤 或者是一些冬瓜汤 这些我们来比较凉润的啊 那身体去湿啊 去热啊 这些汤品饮品呢 来处理这个阴暑的部分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么预防阴暑呢 当然就是说你不要从很热的环境 就直接进到那个冷气房当中 就好凉好舒服啊 那所以我们冷气的空调的温度呢 在设定就很重要 一般来讲呢 你温度不要设得太低 原则上会建议大概27度啊 设施27度28度啊 这样的冷气空调就够了 才不会呢 你离开冷气房的时候呢 室内室外呢 温差呢太大 那这样很容易诱发这个 眩晕啊恶心啊想吐啊 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么预防阴暑呢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多喝温开水 早上起床之后呢 你知道我们肠胃啊 经过一夜休息嘛 很多人就想说 我们喝个500cc的水啊 帮助肠子蠕动 帮助排便 让这个代谢变好 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会建议 希望您早上服用的呢 是温开水 比较温和不刺激的饮料 那么这样子呢 你如果罹患阴暑 有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呢 这个也是比较会有帮助的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刚刚在处理阳术的时候 跟大家提过的内关穴 内关穴呢 其实它就很简单 它就在我们手腕内侧嘛 这个中间横纹往上三个指幅 也就是两寸的地方啊 它在我们两个那个肌腱的中间 那这是心包筋的啊 那我们就可以按压它 大概按个三分钟 然后两只手轮流按压啊 那么如果因为吃东西 吃冰个凉的容易恶心呕吐的话 那么常按压这个内关穴呢 也是会有帮助的 那饮食方面 我们刚跟大家建议的就是 像薏仁啊 还有绿豆汤啊 那么也可以喝一些甘蔗汁啊 我本人也觉得甘蔗汁 把它稀释一下啊 它也是比较凉润的 芦笋汁 水梨汁啊 还有西瓜 脆衣就是西瓜皮 绿绿的那个部分 你拿来熬汤喝啊 也是不错 那么莲藕 莲藕现在夏天呢 也是产季哦 那么这个都可以来 当做我们平常的一个汤品啊 那如果你要用中药的话呢 那像我们就可以请中医师帮你 深圳你本人的体质啊 来开提适合的一些中药 那我这边提供给大家 比较简单的一些药 至于剂量的部分 其实要看体质 像一些桑叶啦 薄荷啦 麦门冬啦 极梗啦 葛根啊 菊花等等这些中药材呢 其实啊 根据体质做一个适量的搭配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身经止渴预防中暑哦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